1.简介 大众汽车公司是一家跨国汽车制造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 该公司成立于1937年,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生产从紧凑型汽车到豪华汽车的各种车辆。 大众汽车公司还涉足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的生产, 使其成为未来汽车行业的关键参与者。 凭借全球业务和多元化的品牌组合。 大众汽车公司对汽车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该行业的重要公司。 2.大众汽车公司的历史 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于1937年,是纳粹组织德国劳工阵线的一部分。 该公司最初的目标是为德国人民生产负担的起的汽车。 这导致了标志性的大众甲翘虫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汽车公司被私有化,并在新的领导下继续发展。 纵观其历史,大众汽车公司通过一系列收购进行了扩张。 1964年,公司收购了汽车联盟,及后来的奥迪。 大众汽车还收购了西亚特、斯科达、宾利、兰博基尼和布加迪等其他知名汽车品牌。 多年来,大众汽车公司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里程碑。 在1970年代,该公司推出了大众高尔夫,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汽车之一。 1990年代,大众汽车公司与福特成立合资企业,生产Galaxy、Sharon和Ahambra小型货车。 最近,大众汽车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推出了ID、三核、ID、四电动汽车。 尽管成绩斐然,但大众汽车也面临着争议和丑闻。 其中最著名的是2015年的柴油门丑闻。 该公司被发现在其柴油车中安装软件以作弊排放测试。 该丑闻导致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和法律和解,并损害了公司的声誉。 此后,大众汽车公司努力改善其运营并重新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三,大众品牌。 Volkswagen AG是一家由多个知名汽车品牌组成的公司。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目标市场。 以下是Volkswagen AG旗下各个品牌的简要概述。 大众汽车。 大众汽车品牌生产一系列汽车。 包括两箱车、轿车、SUV和电动汽车。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寻找可靠、实用车辆的主流消费者。 奥迪。 奥迪是大众汽车公司的高端品牌。 生产轿轿、SUV和跑车等豪华车。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追求高端功能和性能的富裕消费者。 宾利。 宾利是英国的豪华品牌。 生产高端汽车包括轿车、双门轿跑车和SUV。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超级富裕的消费者。 它们正在寻找定制功能和无与伦比的奢侈品。 布加迪。 布加迪是一个法国奢侈品牌。 生产世界上一些最昂贵、最独特的汽车。 包括Cheron和Devo。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超高端子人士。 它们正在寻找极致的性能和排他性。 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是一家意大利跑车制造商。 生产双门轿跑车和超级跑车等高性能车辆。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寻求独特而刺激的驾驶体验的汽车爱好者。 保时捷。 保时捷是一家德国跑车制造商。 生产跑车、SUV和电动汽车等高性能车辆。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寻求卓越性能和操控性的汽车爱好者。 西亚特。 西亚特是一个西班牙品牌。 生产一系列车辆包括两箱车、轿车和SUV。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年轻的城市消费者。 它们正在寻找时尚且价格适中的车辆。 斯科达。 斯科达是捷克品牌,生产一系列车辆。 包括先辈车、轿车和SUV。 它的目标市场通常是注重价格的消费者。 它们正在寻找实用且负担得起的车辆。 四、大众汽车公司运营。 生产设施。 大众汽车公司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设有生产设施。 该公司在全球拥有一百多家工厂。 其中最大的生产设施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 分销网络。 大众汽车公司通过遍布全球150多个国家的经销商和销售网点网络分销汽车辆。 该公司还经营多个在线销售渠道。 并在数字营销和电子商务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全球影响力。 大众汽车公司在全球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欧洲、亚洲和美洲拥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该公司的品牌在许多市场都广为人知并广受好评。 其中大众、奥迪和保时捷在欧洲和亚洲尤其受欢迎。 区域战略。 大众汽车公司采用了区域战略。 以根据不同市场的具体需求调整其运营。 例如,该公司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 对电动汽车生产和分销进行了大量投资。 可持续发展努力。 大众汽车公司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其运营的重中之重。 目标是到2050年成为一家碳中和的公司。 该公司投资了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同时也在探索新技术比如氢燃料电池。 五、财务状况及未来收入。 大众汽车公司近年来的财务业绩喜忧参半。 以下是公司财务状况和未来收入的概述。 财务业绩。 2021年,大众汽车公司报告的收入为2526亿欧元。 比上一年增长1.6%。 该公司的营业利润为106亿欧元。 与上一年的44亿欧元亏损相比,有了显着改善。 然而,该公司的净利润为91亿欧元,比上一年下降了37.8%。 关键财务指标。 大众汽车公司的关键财务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COVID-19大流行,供应链中断和消费者需求变化。 2021年,公司毛利率为14.4%,较上年略有下降。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8.7%,较上年的-1.6%有明显改善。 未来展望,大众汽车未来的财务业绩预计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持续的供应链中断、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以及公司在电动汽车和数字化方面的投资。 该公司为其电动汽车生产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目标是到2030年生产70%的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 该公司还大力投资数字化,目标是成为软件驱动的移动供应商。 这些投资预计将在短期内产生大量成本,但预计将推动长期增长和盈利能力。 6.企业社会责任。 可持续发展。 大众汽车集团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是到2050年成为一家碳中和的公司。 该公司正在大力投资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并正在探索氢燃料电池等新技术。 该公司还致力于通过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以及减少浪费和排放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社会影响计划。 大众汽车公司有多个社会影响计划。 包括支持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大众基金会, 以及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和教育的大众汽车集团学院。 该公司还有多个社区外展计划。 例如,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交通服务的大众汽车社区驱动计划。 道德商业实践。 在排放丑闻之后, 大众汽车公司做出了重大努力来改善其商业实践。 公司实施了新的合规和道德政策, 并建立了独立的举报人制度。 公司还提高了运营透明度, 并承诺改善公司治理实践。 透明度。 大众汽车公司为提高运营透明度做出了重大努力。 包括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提供有关公司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详细信息。 该公司还提高了供应链的透明度, 并承诺以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采购材料。 7. 结论。 总之, 大众汽车公司是全球汽车行业的主要参与者。 拥有多元化的品牌和强大的全球影响力。 公司历史悠久, 取得了多项重要的里程碑和成就。 包括在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大众汽车公司近年来的财务表现喜忧参半。 2021年收入增长但净利润下降。 不过, 该公司未来前景看好, 因为它继续大力投资电动汽车和数字化。 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影响目标。 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 包括可持续性社会影响计划。 道德商业实践和透明度, 也是可能推动其长期成功的关键优势。 总的来说, 大众汽车公司处于有利地位, 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汽车行业中继续蓬勃发展。 因为它适应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同时继续致力于其核心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本集视频介绍差不多, 谢谢关注本频道。 很多谢你的观看, 感谢接收我们的资讯。 谢谢关注本频道, 拜拜。